HELLO,我是沛莉,今天要來仿妝的是韓劇,她很漂亮的女配角,夏莉,高訊息! 我相信我看這部韓劇呢,都一定會被女配角說戲,因為夏莉真的是太可愛,太漂亮了,每天看到她都像在談戀愛一樣,然後她真的好時尚喔,每次都會注意她今天穿什麼,她配什麼,她穿著什麼鞋子? 然後呢,因為夏莉很喜歡戴這種黑色的短相圈,所以呢,我也跟著變得每天都喜歡戴,好像小狗齁,可是這裡是現代流行的喔,所以可以去買一個 好,直接開始彩妝囉,底妝的部分呢,我們一定要挑選就是用脖子的顏色,然後去選擇你粉底的色號,這樣子才會沒有色差,看起來你的妝感才會很自然 然後我自己呢,是選擇使用雪花秀的氣墊粉底,21號,因為呢,她的顏色跟我非常的搭,所以我就用她然後拍完全臉就可以了 當然呢,每個人不同嘛,所以我就跳過底妝的步驟,直接從眉毛開始,你可以自己用你自己適合的底妝就可以囉 眉毛的部分呢,今年還是很流行,就是自然的眉型,然後所以呢,她的把色比較淺,她也是用淺棕色的眉筆,去畫一個自然的平眉的感覺就可以了 很重要的是,眉頭的部分一定要使用手指頭,稍微的暈染一下喔,這樣看起來比較自然 接著呢,再使用斬眉膏,把那個黑色的眉毛刷蛋,讓她整體更有一致性 看起來就是淡淡很漂亮的眉毛喔 眼影,我是使用眼影棒 就現在不只是氣墊粉餅了,你現在有氣墊眼影喔 然後呢,我是使用棕色,就塗滿整的眼窩 它是用拍的,拍拍拍拍拍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用手指頭,把邊邊稍微暈染開來 它就會自然棕色的一個眼影,然後閃閃發亮的 然後再使用黑色,再堆疊出它的不同的層次感 然後做一點點小煙燻的感覺 我們只要用它,嗯,畫不要超過一公分的寬度 就是細細的過去就可以了 使用它們很重要的關鍵在於 我們要從中間開始下手 因為呢,它第一次放上去的時候 用量會比較多 所以放上去之後再往左右 這樣子用量會比較均衡 然後呢,就是再使用手指頭暈染都可以喔 然後是用眼線膠筆 然後畫一個全框式的眼線 上眼線,下眼線,然後還有內眼線 也要畫到喔 煙燻妝的重點呢,就在於我們要把它暈開來 暈開來 所以呢,我們可以使用棉花棒 就是把下面髒髒的地方全部都推開 製造成一個很漂亮的煙燻效果 上面也是 之後推開來之後呢,就變美了 可是呢,一個煙燻妝這樣子 其實看起來還是會少了一點點亮點 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下地的眼睛好像都會亮亮的 有一種,出出可憐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要給它加一點點的落彩喔 我是選擇使用,就是一個清膚色 淡淡上膚色一樣 透著微微的光芒 可是也不要太搶眼 就把它用在我們眼睛下面 把它稍微的打亮一點點 眼睛看起來就比較哔哩哔哩了 加個睫毛 把上睫毛膏 眼妝部分就完成囉 唇彩的部分呢 相信大家都很注意到 今年秋冬 非常流行霧面的唇彩 然後呢,夏立它也就是用霧面的唇彩 去製造一個花瓣唇的感覺 就是外面比較淡的顏色 中間比較深 然後呢,我建議大家可以使用就是 RORIO的 就是也是氣墊唇彩 它呢,我們也是從中間開始 中間用量比較多 它就比較深了 然後等到顏色快沒有的時候 再塗個邊邊 就完成花瓣唷 很簡單 然後當然也可以稍微 就是用手指頭啊 或者是棉花棒 暈染一下 更自然囉 腮紅的部分呢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 就是刷上有顏色腮紅了 夏立也是 它就是用一點珠光 去把整個臉打亮 這樣子呢 就是看起來好像膚質非常的好 因為很有光澤感 然後呢 再把鼻子也稍微打亮一下下 無關就很立體囉 基本上整個妝容已經完成了 再帶上夏立夾髮 稍微打扮一下 就變成夏立囉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簡單的妝容分享 然後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種小煙燻妝 有一點點性感 然後有一點點可愛 有一點點美 然後 反正就是很好看的夏立妝容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這樣才能接收到最新的分享 還有呢 就是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本事團跟我聊天 然後PerryPerry 我都會在上面 就是看到大家的留言 然後我會按讚 還有就是 如果說 就是想要知道有最新的彩妝保養品啊 然後 我都會就是在我的就是影音網站 就是會有很多彩妝保養品的試用分享 我會給點信息可以去那邊看喔 好啦 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